臺北市中山區一間 診所的陳信醫師等人 涉嫌開立不實的安眠藥 史蒂諾斯自費處方監 再將處方監販售給 因為成癮 而有用藥需求的民眾 不法所得超過兩千萬 臺北地檢署指揮調查局 和臺北市調處松亥有中山分局 搜索約談陳信醫師及親友共五人 診所負責人陳信醫師 是在一百零八年到一百一十年之間 涉嫌只是不具醫師資格的兒女 以及一名有醫師資格的郭姓男子 開具不實處方監 配合共謀的藥局 領取第四級管制藥品安眠藥 史蒂諾斯 並把安眠藥轉賣給民眾牟利 開具數百張不實處方監 不法所得高達兩千萬元 臺北地檢署指揮調查局 臺北市調處中山分局 搜索約談陳信醫師及親友共五人 全案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醫師法等罪方向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